另一个火爆场面来看到 一男子在高雄市大社区 把金颅违规摆在人行道 警方到场处理 他跟朋友却认为警察在刻意刁难 双方就爆发了口角冲突 而另外在凤山有重机车骑士 不满原警取缔 他的牌照不符规定 当场吵了起来 甚至抱怨警察拔掉他的车钥匙 被当成通气犯对待 不对此分局驳斥 是骑士一开始不符拦查 怕对方再次跑掉 才会代为保管钥匙 临摘前男子不断和原警大声争执 双方你一言我一句 谁也不让谁 男子似乎不停劝导 就要和原警正到底 原来烧早前男子将金颅违规摆在人行道 警方到场了解冲突一触即发 二号晚上六点多高雄大社区中人入 敌心屋主和他的朋友疑似认为警方故意刁难 一开始才会不配合 不过在道路上堆积物品妨碍通行最高可处2400元发还 随后屋主也乖乖将金颅一致无内 涉及道路交通管理阻拔条例相关罚者 警民冲突同样发生在凤山区 重机车骑士排照和车灯不符规定遭远警燃下 随后他抨击对方竟然直接拔走车钥匙 事发就在五号晚上八点多 车主事后说自己根本被当同期犯对待 对此警方也出面驳斥 原来是骑士一开始不服燃茶 怕对方再次跑了 原警察会带保管钥匙 只能说两起冲突实在辛苦第一线 人民保姆 记得高雄中的报道